今天出门忘了带好吃的 把他就搁的跟我耍赖皮呢 你看你在这儿滚的 脏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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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 我就不急 行 那你在这儿赖着吧 我走了啊 我不要你了啊 你追我干嘛 你继续赖着去啊 臭猫 还好意思叫 我教育了他半天 估计是听懂了 也不叫了 就老老实实站在水池里 让我给他洗澡了 给八成洗完 我就寻思把其他帽也都一起洗洗 看有在这儿自己洗个脸 都挺费劲的 木木是洗澡最乖的 他不但不害怕 甚至还很享受 偶活因为腿太短了 所以每次洗澡 他特别怕自己被淹死 不过只要你把它放到水里 他发现这个水没那么深 他立马就不害怕了 没事吧 是不是 洗着洗着他就会发现 好像洗澡还挺舒服的 然后他就不愿意出来了 都洗完澡了 他还要自己站在水池里在那儿冲水 咬我一口洗澡的时候 特别的紧张 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安抚他 没事没事没事 八条看得咬我一口这么害怕 就赶紧跑过来安慰他 这一幕突然就让我闪回到了 咬我一口小时候第一次洗澡 八条也是这么安慰他的 怪不得他俩关系这么好 大壮洗澡的时候没别的毛病 就是特别爱唱歌 洗完澡就把它们都放回到院子里了 希望它们能少打点滚 这样也能干净的久一点 八条走了进屋 找奶奶要红包去 快走 谢谢养养听说要红包的比八条还积极 咋的你也想进行要红包啊